現在就是試這個北海道大寺 剛才剛才跟H.Y說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台灣本土的材料 海鮮 這次就是北海道的大寺 我們試一試 大家好,我是Kiki 今天來到台灣的第三天 最後一天 很掛帳尾 我們現在就去了板橋站吃壽司 這個壽司的價錢非常高 在香港是不可能會吃到奧馬卡士 等一下就看看這間餐廳的質素如何 現在就差不多12點了 因為我們昨天玩帝派玩個磁點的 好想睡 GoGoGo 我們今天的餐其實一千元台幣也不用 大約二百多元港幣 試一下它好不好吃 看它值不值 我想怎樣也值 未開門已經有一班人在這裡排隊了 電居置 不懂得讀 電居置 電居置 12點準時開門 準備進去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 四位 好 剛才已經問了店方 就說這裡可以拍照 拍任何東西都可以 除了其他客人之外 所以呢 如果我真的這麼不小心拍了的話 我會打個格子的 你不是其他客人 你是我心愛的客人 你拍 你拍 哈哈哈 然後這個是主要中午的餐廳 我說大家發不發言 我們只剩下三個人 為什麼呢 這間店裡只剩下兩分鐘的時間 另外一位 尊貴的客人 他很餓 在那邊衝到旁邊 找一間魚丸湯 還有麻醬 然後我就在那裡等他 只剩下兩分鐘 兩分鐘你吃杯麵都不夠了 對 都去喝湯 吃麵 我呢 整件事很好笑 師傅在那裡等你 是啊 很餓 我們先叫他 我不管他 他在外面慢慢吃麵 就算那些東西來 放在那裡 都不要管 不是那些東西來的話 我們就吃完他那份 就說是只有這麼多 現在呢 就開始吃了 這個是一個海灣本土的食材 我看到是一些粟米 還有這個是什麼 台灣當地的順 很清甜 加了一些好像麻醬 醬糊麵 對 好甜 爽脆鮮甜代醬 不是都好甜啊 好甜啊 哇 下一個呢 就是這個螢光烏茶 這個螢光烏茶呢 就 剛才姐姐就說 你女兒呢 就說你姐姐好像太老了 這個晚上呢 就會發出藍色的光 其實我之前在香港也認識過 吃進去好像有點高的感覺 它外面爽脆 裡面有種很濃的 有些高的感覺 這個就是雲屋 哦 對 那它如果個人照就是這樣 哦 對 現在呢就吃到一道壽司 醬油漬的吞拿魚 師傅呢 就說呢 因為這個魚呢 是剛剛捕魚期的初期 所以吃下去 肉身就比較鮮甜 細嫩 吃下去我也覺得非常好吃 帶有少許醬油的香氣 帶有吞拿魚的彈性和肉感 現在呢就吃第二件壽司了 這件呢就是小拖落 即是如果它叫拖落的話呢 它沒有什麼油味 因為它那塊肉 偏的赤身多一點 所以就沒有什麼拖落的油脂味了 但是 最重要是吃魚生呢 要夠新鮮 這裡我看是做到夠新鮮這件事 最重要是什麼 底的嘛 三個壽司呢 就是耳爛黑喉 因為這個位置比較窄一點 就是拍不到 這張台 這個外面呢 它都是有少許芥末的 其實呢 基本上每一個呢 它都會塗一塗 好像醬油那樣 它們自家製的那些 醬油 但我自己就反而覺得 第一道呢 好像反而味道是最重的 因為以我所知 Omakase應該是由淡兒去到重味的嘛 這次好像第一個是最濃的 不知道呢 就是每一間店頭 Omakase都有自己的風格 當然沒有遇到一定是對的 然後我師傅我覺得挺帥 哈哈 他上鏡還是我 之前餐點口味都很喜歡嗎 喜歡 謝謝謝謝 真雕 這個真雕呢 它就是本身呢 它會加了鹽 還有加了檸檬汁的 然後呢 掉了一些魚的鮮味出來 還有加了檸檬汁呢 令到味道是多了一些變化 剛才才說完呢 全部都用醬油 其實之後那些呢 就轉完了 每一隻壽司 它都會換一下 就是可能塗上去 或者加了上去的一點點味道 那就可能令到你 可能整個Makase 不會只是 只有那種醬油味 剛才那個紅金魚 加了一些柚子胡椒在上面 就是同一個類別 吞奶魚丸有分辣 弟弟啊 和兄弟啊 看上去都有點像 對 都是一些比較偏紅一點 但是又有一點精靈頭 感覺 它沒有什麼 就是跟油金魚一樣 對 這個三文魚 就經過火牆 再加上醬油 但是呢 如果以Omakase來說 其實比較少有三文魚的出現 因為三文魚 基本上是比較便宜一點點的魚 可能因為它始終在這裡的價錢 是比較低的 所以可能它就會有這些 比較低價一點點的魚 因為其實三文魚 當一用火牆燒完之後 那些油脂 就會出發 這隻的三文魚 很明顯是比外面的壽司店 是好吃的 可能質素真的不錯 好吃好吃 很肥 很肥 大家不要再說我的肚子很肥 好 現在就是試這個北海道帶子 剛才才跟HY說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像台灣本土的材料 海鮮 這次就是一個北海道的帶子 試試 帶子的味道 很鮮 很鮮味 咬下去那種口感 很棒 謝謝 謝謝 現在就吃完這個北海道蟹肉 軍藍 看見是滿滿的蟹肉粗 沒有蟹肉粗 下面夾到飯 還有紫菜 要快點吃 否則紫菜 會很肥 這個蟹 它的蟹肉相對沒有那麼鮮甜 反而是偏鹹 我覺得一半 青甘白紫 哦 白紫 直接拌著飯再吃 小心燙 白紫 吃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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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 很酸 謝謝 你的身體很好 多吃一點 對 白紫 已經放在焗爐裡焗一焗 所以吃下去就不熱 然後咬下去就非常酸 好像 被人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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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重頭戲 就是 海膽 北海道的赤海膽 如果以這個價錢的話 其實真的非常適值 250元 可以吃北海道的赤海膽 雖然它比較小 但是 在香港 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台灣只是一個福地 對 這個價錢來說是沒得輸的 但如果你要用Omakase 就是不算最好的 OK OK的了 很不錯的了 所以也是一個性價比的問題 我是非常之滿足的 如果大家過來吃的話 記得要提早預約 可以在Facebook 留意問店方 他們都會回覆你 這樣就比較容易預約 提早兩個星期 當然要最好的 今場午餐都是全場爆滿的 剛才有些人想 鑊營進來都沒有位 880元 要不要加入 280元 超值 謝謝 謝謝 我們都覺得很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便宜到千千 230元左右 但它吃的質素 我覺得是 香港可能600元 600元 700元 因為我經常覺得 香港的Omakase 價錢實在太利地 有時甚至乎 吃千多元一餐 都是垃圾的那些餐 我們現在就準備分頭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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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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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響鐘仔唱 我愛大家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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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